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期《生灵奇境》的主题叫做 《生入人心》 我是了解陪你这个工作的 我的声音真绝了 可以用《杂列》两个字来形容 我们俩组一组合 参加你们那什么欢乐男生 我就回家了 欧雅请 妈不 独合为伴 继续中流 燕门乖兄弟 好 放进 你好 你好 欢迎 本人看着比电视上还好 你怎么那么会说话 我还没来得表扬你呢 涛姐真少 我也不是对人 对我胳膊还起来 但是 我是也比电视上看着帅的 你真的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演得帅 来 加油 我把这个给你放在这边 你瞧一下 有顺利托 你笑啥呀 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 像一个太监的故事 小嗓子吊着 这个太监呢 两三岁的时候啊 他爹娘 连病 再饿 就没了 家里头 穷得很 苦孩子 七八岁 就让人家给 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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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了之后就被送到那个 北平紫禁城 哎呀 那个北平紫禁城 可惜 没过多少日子 天变了 他就又回来了 买他爹妈的地方 从那会儿 到现在 他一直 在拼命的想出人头地 他想 告诉天下人 他这个 不是男人的男人 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是一个真正的老爷们 可是这个世道 和荣达 老天不放他 老天不放他 所以 他挺苦的 苦啊 苦啊 男人 谢谢 男人 啊 啊 啊 好 耶 好 太好了 好 好 来 接下来有请邻居老王带来经典之声 小品羊肉串 为陈佩斯配音 哦 下面带来我小时候的油片 才没撕把撕 吃完舞台上 原来一个小品叫羊肉串 惊心酸 哎 烤鱼是出来的 整座新疆烤鱼是出来的 来吧来吧 烤好了 烤好了 来吧来吧 你是新疆来的 新疆乌特朗木齐 乌特朗木齐 乌特朗木齐 老看着我干什么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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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哈哈哈哈 我是乌特朗木齐不是说过的吗 乌特朗木齐阿家庄 我的名字叫阿里巴巴 这儿少了 哎好嘞 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你到个乌鲁木齐 没去过 那那就好 啊不 那太遗憾了 乌鲁木齐 哎呀美丽的地方啊 一片大草原 一网乌 乌鲁木齐是城市吧 是吗 对 是城市是城市 是城市边上市草原 到处都有买鸦肉串的 啊 听过那首歌 什么歌 哎 歌颂鸦肉串的吧 人人都会唱的嘛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天下南北边的都是大绵羊 乌鲁木齐到处都有买鸦肉串的 要下次就来尝一尝 两毛钱一块 肖阳为张寒宇饰演的谷子弟 邓超饰演的赵二斗两个角色配音 肖阳为两个 网耀庆舅舅为胡铭饰演的小梁子配音 小庆 我们开始吧 来吧 为什么不早点车 你也太被打烂了 接不到撤退的命令 没办法 小梁子 我们手脚厂这位弟兄 一个都没回去 团队是怎么处置的 哇 好硬汗的 这也太像了 大晚上张正伟亲自砍演过了 死里活的都找不住 都按失踪处理了 我猪耳朵 没听见你吹的集结号 这地上好几个人都听见了 可是我没听见 我一直都觉得对不起他们 我根本就莫吹集结号 他们都听见了 他们都听见了 我莫吹啊 老姑 我得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我根本就莫给你们酒恋 吹过集结号 为什么呀 团里也是突然接到的撤退命令 当时 你们的九一昌 全制了大批了敌军 如果按院计划 让你们撤下来 整个部队可能有大麻烦 脑不好 全都得让敌军要死 你们怕被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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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哪 九连哪 老姑 老姑 刘大水 老姑 团长一直觉得顿不住你 他四一千一直还咬到嘞 他其实行李一直惦记得你嘞 我跟了团长十几年了 团长是个好人啊 你要管就管我吧 我没有给团长 我没有给你们酒恋吹号 团长已经不宅了 刘大 你跪下了 九连的弟兄们 刘大将跟你们配不适了 我早就想把我自己给咬死了 姓刘大 我一直等着你的号 我的弟兄们一直等着你的号 一个一个到死 都在等着你的号 顾思迪 哪有他都不承认你 我 他所死的又不是你那个酒恋 我告诉你 我曾经是团长的警卫员 我现在开始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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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列庚园 不让你找 你非得找 你不给自己找麻烦呢吗 小柳啊 小柳啊 咱不是 非得跟你酒店 吹没吹得好 咱九连 四十七个弟兄 明明都是烈士 我 怎么就成了失踪了呢 你现在躺在这儿 谁能给咱们证明这事儿 别给我重复便命了 明天上午十二点之前 在温河南区药厂 不惜借代价 接受联地 还有 不管借代价 以借家号为令 随点准备跳队 好好是你的脚 往后清明的烟酒 我年年替你供着 咱哥俩是一个命 你先走一步 我早晚得跟过去 就在那边踏实地等着我 炸裂炸裂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接下来马上就进入到我们最后的时刻了 首先有请到的是肖阳老师带来经典之声 烈火英雄 为里面的四个勇敢逆行的消防员配音 你 兄弟们 自从我们当了消防员那天开始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你 我知道我平时对你们都很凶 我经常骂你们 你 你 但是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我们每一个人 和家里人留一段话 我们死在这儿也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干了什么 父母在的 和父母说 有孩子的 和孩子说 来 妈 我想回去住两天 我想回去跟你们吃火锅 我想 您了 我是张一伦啊 你不是走说 我出门 不想家的吗 我这次想了 我这次想了 我想回家了 妈妈 我已经累了 来 这么 妈 爸爸 爸 您儿子这次没跟您丢人啊 要是这次任务人人就是不进西场了 您儿子对不起您了 下辈子您儿子一定还照顾您 爸 妈您一定好好的呀 您儿子给您经理 儿子 儿子 你要好好听你妈妈的话 长大了成为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听见没有 爸 爸 对不起 我的天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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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